甘蔗尔專業運動指導員的舞步 讓長輩動起來訓練激勵 延歡老化及小症 好處多多 國民健康署辦理 銀法健身俱樂部計畫 規劃在全台部件據點 讓長者究竟享有運動據點的便利性 增加長者的活動量與社交能力 為自己的健康加分 我們統計上來講人口裡面高達 將近4萬31萬左右的65歲的長者 所以已經高達18倍多個症 大家都說2025可以匯達到20 每五個就一個長者 可見我們對長者的一些照顧 就非常的重要 希望長者如果能夠身體的健康 我們年輕的一輩就可以毫無負估之憂 可以在外面打拚 拚鼠 在我們期待就要拚健康 所以政府在這邊的投入 我想從8年前 從大概預算到50億 到現在已經突破8億的預算 所以為了照顧長者 我想政府都賦予利利 公民教授為了希望大家 從過去的一些觀念 我們都是有問題 身體有問題 就去做醫生看病 我想說我們如果要去看病 就已經身體都賣掉了 就要去看病 我們希望我們不要看病 身體健康比較重要 所以要讓我們不要看病 所以要以後看病 所以一定要做一些健康營養 所以要在這裏面無負估的社區營養推廣 希望大家能夠吃得健康 吃得營養 那麼我們也希望能夠一往年軟的私人 所以我們也有動工班 一往年軟的私人的課程 另外的話我們也接著 引往這村基督工房 希望說我們長者能夠到社區裡面來運動 這裡面我們必須要謝謝指導員的帶動 他不但帶大家運動 還要顧帶大家的安全 我們運動要保安轉 我們希望我們運動 不運動就怕冷怕滑倒了 我們其實長者最怕他跌倒 跌倒就是因為可能下肢無力 或者平穩不好 或者是營養不良等等 都有可能造成跌倒 那一跌倒以後呢 我才會說人家滑倒 身體就不會餓 滑溜溜的一切 這個原來本來是好好的 這麼一摔可能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會帶給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為了我們帶給一段劍 就是基督工這個部分 我們當初設定希望四年能夠復健 全國有288吋 今天呢我就用這樣的方式來跟大家 這個說明一下銀髮健身俱樂部 剛剛其實我們說 你講的一部分 我就快速的蓋過 我想這個國發會最新的數據 2025年我們又有一位是好人 這個部分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那在過去幾幾天 今天我們其實發了一個叫做 18到20歲都成員的一個酒座 我們看到大概有6到7層以上的這個層面 都是做得不動 那我們老人家呢 因為現在已經退休之後呢 到社區回到家裡面 到底有沒有在運動呢 可能有 但是大家的觀念上 會覺得我們做家事也是一種勞動 可是呢 如果我們根據WHO的標準來看 他會看到說這個MET的MIT 指的是一個代謝杖量 那代謝杖量一般我們都是在乘以4 也就是所謂的實際上 他的這個每個禮拜的中等強度 1等於4個MIT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我們根據我們健康署 在106年 就一直放進去 有關於這樣代謝杖量的調查 我們可以發現 多數的這些我們的長者 銀髮的長者 大概65歲以上 這個沒有達到每一中 要600分鐘這樣子的一個標準 我們可以看到大概達到6成 這個剛剛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曾經大概9度 也是6到7個小時 然後這個身體不活動力 大概也都是達到5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隨著年紀的增加 似乎有一點點往上的趨勢 那第二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那到底運動跟不運動的差異在哪裡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如果有運動的話 在身體健康 認知 睡眠 還有預防跌倒 還有我們剛剛說 特別講的 特別要管得這件事情 還有預防補格 健康跟功能的下降 是會帶來一部分的好處 國健署截至112年 已佈建128處據點 今年將再佈建36處據點 強化全國社區的服務量能 據統計 112年底 銀法健身俱樂部據點 累計服務達3萬7千738人 根據銀法長者參加後的回饋 9成以上的長輩自覺精神及激勵 有明顯正向的改善 我來這邊的 來這邊那麼久的時候 之前呢 因為我腳沒有力 所以現在找那個做事馬虎 現在我運動那麼久的時候 我覺得我 都是馬虎的被使用 哇 而且我的腳步 腳非常有力 那個很清明 而且那個 覺得體態變得很好 精神也好 因為我覺得說 預防生醫治療 預防生醫治療 去找運動這樣子 而且我會去找 這個附近的青銅幫我起來參與 因為真的是 運動身體好 而你沒辦法 對我是因為 以前就參加其他一些活動 這個資訊來源知道之後 查完內容 迅速報名 迅速 因為我們那裡的慣例都沒有 因為在上課中 我們會受到很多的 我不知道是常識的知識 譬如我們運動都知道 有些大肌肉 二頭肌三頭肌四 可是有些小肌肉 我真的不知道 只有在專業的老師 代理講我們 足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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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個很神奇的事 我們有一個學員同學 有一個離狀基因 不知道哪有經過 但中老年來就想著 很難復原 可是我們同學在堅持下 不知道一個月 復原了OK了 這是上課中 你可以小肌肉 一些小性格 奇蹟的事 大姐站過來 七十歲 老人 銀法健身俱樂部透過運動指導員 分享教學歷程外 並提供專業協助 讓長輩建立可達成的運動目標 在運動的過程中 長輩們互相鼓勵與鹹化家常 也能提升長者的身心靈健康 善用俱樂部的資源 迎向高齡長者的健康生活 記者問軍 臺北報導 臺北報導 開箱